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 兄弟幫, Big Boys Club 兄弟, 有一句說話叫 人生不作虧心事 夜半敲門也不驚 我看你的樣子這麼正直 走得正、站得正 別說敲門 有人踢門進來,你也不害怕 我小時候媽媽都這樣跟我說 但你錯了,我很害怕 我小時候已經釋覆她了 人生不作虧心事 半夜敲門也很害怕 對… 我們這位嘉賓 各位明徽是Joyson 不知道她晚上被敲門 害怕嗎? 害怕嗎? 害怕就假的 怎麼會不害怕 這句說話… 你是大老官, 你有功夫 有功夫 有功夫不代表可以跟他們 可以克制到, 沒關係的 相傳不是你們做粵劇 如果你是做文武官、大老官 煞氣很重 重打個脾氣 我放妖孽 看看你做甚麼角色 其實你沒有收到過 可能有力氣而已 其實你覺得他… 演戲而已 別說他不害怕 你別相信 別怕你, 我很害怕他 而且有時候我自己覺得 真的不幸運 真的感覺到 其實大家有禮貌 真的不好意思… 你別想說學過兩年功夫 但是打一個人下來打你 有些人教甚麼 你很生氣 在戲盤有否聽過前輩說 你不用客氣, 罵他 有些人會大罵 甚至誇張得說髒話 他們也會害怕 你有聽過有這種人嗎? 有些人與人之間都會大黑勢 到靈界一樣有大黑勢 要視乎他的功力弱 我不要得罪他們 不過我們所有選擇都要專注 對, 專注別人 無緣無故要… 說髒話有這種用途 Bob可能有時跟我們深夜 最佳去到差不多 他只是為了辟邪而已 他看到了, 所以他有很多髒話 他保持著看見 即是合作嗎? 24小時也看到 他合作嗎? 是… 你說真的嗎? 他很少會撞 他不會像個佛一樣 好, 有煞氣 他很開心, 很開心 很開心 很長 笑佛 對 但Joyce這麼多年 在戲棚… 入行多久? 我明年有30年了 30年了? 厲害, 30周年了 但這麼多年以來 有否自身親自遇過一些靈異事件 感覺到… 我會覺得他是存在的 譬如在最近分享一下 好 例如我… 乾人我爸爸 他是一個班主 他是我的劇團的班主 他在早幾年 因為是癌症的病情離開了 很短時間已經離開了 即是發病的時候 我覺得他存在, 為甚麼呢? 他在他離世那一天 其實我們整家人計劃了去旅行 例如星馬泰、亞洲 大家去玩玩 因為在他生病的時候 我們就說 爸爸, 不要緊 你康復之後 我們去旅行 跟你散心 他也說 我不知道能否去到 那真的… 真的他離開了 才能夠跟我們一起去 是嗎? 即是你意思是去了旅遊的時候 仍然感覺到他在這裡 還沒去 然後我們翌日就起飛機了 在幾個過程… 因為已經預約了東西了 對, 預約了 又不想大家因為這樣而不去 好, 我們就一路起飛機了 有每一個站都發生不同的故事 首先, 譬如簡單一點 我第一站是去泰國 泰國才的 即是每一站兩天, 兩天這樣 我記得去到泰國了 但團友很好安排一個美房 大到不得了 我當然不敢住 因為我一個人, 兩個人 無緣無故住五大間房 要求換一間… 即是普通房給我 有些朋友… 我幾個朋友一起陪著他 另外兩個朋友住兩間房 我就住兩間房 我又怕黑, 他很好 因為剛才自己親人不見了 離開了, 他陪我 所有朋友幾個朋友都來那間房 曾經是要拿一條鑰匙 即是拿卡卡的 到離開了, 回房間 找幾個都找不到那張卡 不知為何, 他無法回房間 他無法回房間 很久都找不到 就跟酒店說 拿回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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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開, 開完之後 為何我明明出門的時候 是拿了鑰匙卡 又是找不到 到第二天 因為第二天我們要走到另一個地方 打開行李箱 就是在行李箱的臉上 一些手巾或毛巾蓋住 很奇怪 就不見了那張鑰匙卡 那張鑰匙卡就在那裡 其實很有趣 其實… 即使你沒有戴 或是放在門口, 插進去開電 或是開衣袋、褲袋 也不奇怪 出門後忘記了 在行李裡找回房間 對, 很難 那你試想一下 你訓練入房間的時候 你怎麼進房間 是嗎 他進房間時是用卡進房間 是 但他意思是… 你沒有進房間 你不會開過行李 沒錯, 很奇怪 這些很有趣的事情 直到下一站就是馬來西亞 我們去一些… 你知道馬來西亞有很多故事 我們去一些平民區吃東西 即大排檔 沒有冷氣的地方 我們幾乎一起坐著釣東西吃 我爸爸很喜歡一個號碼 128的, 是他的車牌 好吧, 我就選128那張桌子坐 坐下 大家十個八個人坐著 我就坐著更長的 旁邊的朋友 很多大家釣東西喝, 肥十個人喝 釣十個飲品, 釣了菜 另外那裡的… 姐姐, 即是寫伙記 釣了所有飲品 你們夠了, 我就救了齊塞 那裡呢? 他還沒說, 真的夠了嗎? 看一看他… 看一看我後面的牆壁 我們覺得沒事, 發生什麼事? 感覺到一點點他不正常 因為他的視線是望外上 嬸嬸走來走去的時候 我們已經開始在喝東西 又在吃一些小食 好… 很可愛, 走的時候 給你水, 好不好嗎? 好… 我當時… 你跟誰說話? 給他一杯水? 我就覺得可能是我自己的親人 但是我們嗅到一陣子 大家馬上嗅到一陣子 我爸爸是用頭蠟的 很傳統的 他沒有頭髮, 是頭蠟 把他扮開 很大陣子的頭蠟味 在我身邊 所以我們覺得它是存在的 即是跟著我來旅行 即時就… 我們說不用了… 嬸嬸不用了 然後他又不厭其犯地 再走多一圈 他又說, 搭一箱椅子給你, 好不好 我們真的開始害怕了 真的害怕了 嬸嬸很厲害 因為其實我們全世界都… 但他也分不出是人 因為他不認識我們 他經常都看到 整台人是知道 我這個爸爸不經營存在的 剛剛離開了 所以說很多朋友 他自己離開了世界 他覺得自己還存在在世界上 他覺得還在他生活上做的事 然後我只有每天兩天 我離開了, 明天出機場 我在某個地方 看到一把油紙嬸很漂亮 我買了一把油紙嬸 你知油紙嬸也是… 你是不是也是因為… 其實我是特地買的… 即是可能遮遮爸爸 對, 我也是爸爸 然後我們去旅行 你已經認同他在一起 為什麼? 當時我們答應他 你康復, 我就跟你一起去旅行 這是承諾 我相信這位仙人 都答應了這個承諾 跟我一起去 我買了一把很漂亮的油紙嬸 交給團友、交給朋友 不要拿上房 反正日早上也要查出 不要拿上房 就放在車上的架子 即是女兒子嬸 翌日我在房間的時候 就收拾朋友 我的行李永遠都關不上 不知為何, 沒事的 是新行李 但永遠都關不上那個行李 沒理由 所以就叫朋友過來 我的行李永遠關不上怎麼辦 我關不上那個行李永遠出門 那我就會跟… 如果是爸爸的話 如果是你存在的話 我要出機場 我不可以再遲到 你趕快替我關好行李永遠 一聲 自己鎖一鎖 不是吧 不是真的 我自己也好 是爸爸的 是密碼鎖 爸爸跟你玩 我覺得他是… 你記得戴 我後來才發覺 我遺忘了他 他可能幾乎在… 依附在一個小姐 我就下回機場出外 然後就上車了 我問一個朋友 剛才我關不上行李永遠 這麼奇怪 然後上到巴士 原來他怪我們 忘了拿把傘上房 他怕我們留下了他的把傘 所以他要做些事情給你看 做些小動作 令到我提醒我 有些事情遺留了 所以他令到我關不上行李永遠 好,上到旅遊巴 就拿回把傘 好,去另外一個地方 我記得最後一站是… 接著又是新加坡 去到酒店去登入 那邊,譬如我們有七個朋友 跟我一起 有七件行李 那些職員跟我把所有行李送上房 接著我們出去吃飯 是 然後沒有房子住 先去那間房子 另一個朋友就跟著行李上房 做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件行李 就齊了 你看,那個男生就說 不是,八件 又看到他 是,沒理由…哪有八件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八件在床頭 在枕頭的位置 那我的朋友就說 很害怕… 是不是你… 是不是我們的爸爸 好,由大家算數了 他說八件就八件 不要爭辯了 不要爭辯了 就這樣而是 發生了很多這些 是…你信不信 信不信就得你 我信不信 對你們來說 你們也挺肯定的 肯定 我覺得是… 又不是你一個人看見 存在一定也是算的 加上如果是自己的親人 我覺得不需要恐懼 而且… 但你剛剛接觸很難 你不害怕的 有時候親人說什麼 七天回來,回魂 大家真的看見自己的親人 你真的看到或知道他回來 其實很多人都很害怕 會害怕… 大家整間睡在房間 拍攝電視在我舞台的生活 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舞台劇始終是誇張一點 表演情勢 很大一點 沒錯 你們的電視會比較細緻 而且更入心 最重要的是酒店 酒店發生時是自己親身經歷的 對,另一個個案 有一次我劇團有慶幸地 去了日本演出 會有機會去日本演出 我會做一個宣傳 就是之前去宣傳 做完一個宣傳之後 我穿了特斯圖 有一個很漂亮的深口針 那種儀式都做了 回酒店,就像我媽媽一樣 好,我脫下衣服,鋪在床上 就脫下了一個深口針出來 深口針也有一大一定的面積 脫下之後,我轉著面積 也不夠三、四秒 再回頭後就不見了 完全不見了 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到處… 跌到床下底 翻箱倒爐 就把床上都拔出來 把床都拔出來,都不見了 那我的酒店有多大的房間 我放行李箱 一級平台是放行李箱的 我也在行李箱看過 沒有跌過,不會在那裡 我又跟另一家朋友說 真的不要玩了 這件事是我的 我要找回的 即是你不要… 甚麼是掩著甚麼 真的,你給我… 別想甚麼掩眼 你給我一件事 不要讓我找得那麼辛苦 即是有些火 我多久,我又走到洗手間 又做炒輪 跟自己其他房間的衣櫃也炒輪 沒理由,我覺得沒有了 無意中在行李箱上 蓋上蓋上蓋子 那個深口針很有趣地 把鞋子放在鐵通上 趴在那裡 即是深口針是鑽石的深口針 有很多眼睛 當時我說好,謝謝… 我知道你存在 但你不要弄我 但不要讓我看見你 不要再出來… 不要再出現了 我將來真的由疫苗也離開 其實這些是橫皮的小鬼 但很有趣 日本… 所以不用害怕 其實我小時候也聽說… 日本的酒店 也很厲害 我人生好像不是拍攝很多次 旅遊特輯 我記得有一次去日本拍攝 全程都沒事 有一次就… 那天去了一個比較舊的地方 住一間超過100年歷史的酒店 已經整間店都暗暗地 大家去到都… 來看看… 知道甚麼事了… 小心點 然後… 他很奇怪 開了房間… 開了一個閘 開了一個閘之後 就有一條很短… 有一個閘嗎 每間房間有一個閘 有一條很短的走廊 才能再開門 就像當店一樣 還有一個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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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閘是燙閘的嗎 如果沒有叫做… 是拉還是燙的 總之有一個閘 開了一個閘 然後再開門 那個閘已經很黑了 就是靠吃你外面的大堂 那些暗的燈 你進去開門 也找不到一些燈 要去到很深入才… 燈在這裡 你現在就有電話 著燈才能看得到 你一經歷了這些事情 其實個人都已經… 你再住下去 其實你第一天讓他去一下 已經放了… 不舒服了 很想走 然後有幾天我自己的房間 那天晚上有一個… 我們叫P.A. 即是副導員 他是男生 他就等著說 其實明天有些事情 我想跟你聊一下 其實他也害怕 他已經看到了 看不到 但他也害怕了這些鏡頭 我說好,你過來我這裡聊 他說對,你的房間比較大 如果是,我就過來聊 免得大家明天不知醒了 這麼早就互相喊大家 我說好… 那天晚上他去了我的房間 我也試過 其實我很害怕 是他比你害怕嗎 他也害怕,我也害怕 大家都不覺得他很害怕 你們陪那男生 發生甚麼事 沒有,就是被他的環境氣氛嚇了 我還沒出事 從路人 那天晚上就在一起 恭喜你… 就是這樣 但剛才Joyce 你剛才說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你剛才說入行三十年了 對… 雖然你的樣子好像二十八歲 因為老定了 對 真的老定 對,這件這麼大事 會不會有甚麼搞作呢 會的,也是圍繞著我們舞台的演出 因為我始終是戲行出身 我始終是喜歡舞台的 當然是很感謝公司 真的有時候被我安排了拍劇集 對,但你沒回來拍劇集也很久 也很久 對 看有沒有機會回來拍劇集 你肯拍應該很好,很有機會 其實我覺得拍電視 在我的舞台生活是很有幫助 因為舞台劇始終是有點誇張 表演程式 放大一點 沒錯 但電視會比較細緻 以及比較入心 會不會覺得你去演電視劇時 反而不用放得這麼大 對 你反而輕鬆,沒那麼累 說到導演經常跟我說 他明輝,你不用這麼大聲 你很響 因為我們習慣在舞台 要彈天氣 你中氣很厲害 對 所以在電視真的要收拾 由順劑這樣喝 舒服了嗎 舒服了 其實是互相學習 其實我很感謝不同的平台 有不同的吸收經驗是很好的 不過我覺得在演戲來說 你懂得放大後才收拾 總比… 你永遠都小小的 永遠都小的 有些前輩說 你長大,你做不到長大 情願你過火,比你不到位 你過火可以慢慢減少 對… 等於我們外面有時做表演 例如說穿衣服 對… 你下層是別人說你不尊重 穿成這樣 你下層都可以說你這麼誇張 你可以馬上說一句 尊重你的表演 有些穿衣服可以拆掉 或者不要穿衣服 不要打過球 對… 那就馬上說 寧願超過,不要下層 他最怕你不夠位的話 你的對手會很辛苦 是 他怎樣照顧你呢 很難照顧 但在拍戲的時候 我相信剛才你說的 那位膽膽直呼你全名的 郭明輝,那個導演也應該很厲害 對吧 但是有很多同場有很多是後輩 他會不會去請教你 你們這麼多經驗 其實對於一些新人來說是一個寶藏 其實相反,我進來TVB拍劇 其實我是新人 其實舞台和電視是兩個世界 不同的世界訓練 相反我覺得,我在舞台方面 我在自己的戲版 我可以炸妝,我可以說到事 我可以控制到所有的時段 時段,什麼都可以 但是來到一個電視商 我覺得一定要豁開就說 我要學習 我會請教所有人 前輩也好,後輩也好 後輩也其實是互相研究 不要說教育不教 舒服 譬如我跟詩琪在演戲 我很開心 她會給我力氣 譬如Joyce說 不要太過火,可以收回一點 我又收回一點 馬上叮一叮到我 那你真是好 不提我,我不懂 我覺得學習是甚麼 那你也要你肯去改 別人給我錢,我學習何樂而不為 我的心態就是你要豁出去 放開一點 首先你多走一步 就算老中青也適合感覺 剛才那一刻很棒 我留意了Joyce 很多時候,譬如你跟他在說話 譬如我這邊有人在說話 說什麼,舒服 說一過來,關目也是來的 關目和手很準確 那可能就是做慣舞台 就是這麼簡單 很棒 而且如果收音收到Joyce的東西 也是很舒服的 做收音師 希望大家舒服 因為音樂程度很準確 又不用弄一些咪高峰 我想你一定沒有聽過 收音師跟你說一句對白 就是… 不夠聲音 不好意思,我知道你說秘密 但儘量可以大聲一點 現場環境很吵,我真的收不到 通常收音師叫我不要那麼大聲 你很吵 因為我習慣,譬如我現在說話 我熟悉了,我會大大聲說話 我覺得要清晰地交給對方 而且很智責康源 可能真的跟我做戲行有關係 有…一定有關係 因為集中,你不要瞪著你 你那些多少萬字的劇本 對,四個小時的劇本 你都陪伴了 你說多少萬字 就算你不熟悉大家 你也起碼知道他的尾句是甚麼 最好是熟悉更好 人家聽很多現場演戲的沒有字幕 對,沒有的,從來都沒有 所以一定很清楚,一粒清 我覺得背曲是應該的,對嗎 對,這是你本身應該要的責任 沒錯,你拍劇回來 難道看字幕?沒有貓子看的 你也會熟悉的 劉德華先生之前 不知道是誰訪問他 他說的 他經常說他很專業…很勤奮 到底我甚麼專業,甚麼勤奮 你又背好稿子,又準時 真是…真是好事 原來現在連背好稿子和準時 都已經是厲害了 這是基本的 沒錯,我也覺得應該有 你不想讀劇本,你不要演戲 真的,你基本的操手 最基本的,對吧? 你不可能去出貓 你又回到現場才看的 還有一件事 你拍劇也可以NGNG,拍幾次 譬如我撞背的時候 我可以NG幾次,可以背熟自己的對白 我們四個小時的劇本 有對白,有歌詞,有行為 如果你不熟悉,會害到對方 我會嚴格一點 所以我希望大家交戲 為什麼呢? 你靠看字幕出貓 你沒有眼神交流 你不在這裡的內心… 你會散開了 沒錯,尤其是做一些感情戲 你只顧著看著字幕,不行 有些人還誇張得,我真的記不到 好,你可否把稿子貼在你胸口上 記不到… 不要做了 真的,我聽過 最基本的事都傳出來 這是最基本的事,我覺得是… 貼在背部那裡,我看過 不可能的事,對吧? 好,30年有沒有實質一點 如果大家想看,有沒有做一個表演來看 其實基本上,一個新劇一定有的 我也在找一個編劇寫著 其餘,很多朋友問我 Coming Ferry從來沒有開過 自己個人的演唱會 演唱會,是的 就是自己主辦的 我也有這種心思 希望有一個很好的回憶 即是有計劃的? 有計劃的,是 會不會整件事都計劃好了 進來拍了劇,剛好播放的時候 然後說那些宣傳人氣很夠 再厲害一點 然後你那個表演出了 這樣也不錯 會不會好嗎? 不錯,挺好 還有一個點子,我覺得… 演唱會就請一些嘉賓 例如請大男生的樂隊 應該可以 你平常在那裡看的,初一尋 在演唱會的時候 中場閉嘴就開一個演唱會 好 是嗎? 我們聊聊天 當然好 聊兩句 大家一起坐在這裡聊聊聊 聊兩句,說到我都有點心事 自己走出去就在這裡唱歌 其實我很喜歡做這些節目 不用多說 這樣挺棒 是嗎?心情來的,心情對話 好,那我們大家一起做好演唱會 好演唱會… 謝謝 我們會提起一些電梯 是的,或者給一些資助 令他們可以外出 十幾個朋友一起探望我 跟我說,衛夫,不如你舉例子吧 有什麼是一隻手做不到的 他們立刻放下手上的東西 就陪我 然後我覺得,糟了 如果過了一年一年 慢慢,大家都每天沒有收入的時候 還會擺放 怎麼辦? 對 我們今天會進去 電梯